繼英國王柱查理斯上星期確診新冠肺炎後 英國傳媒報導 她的母親93歲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一個近身侍蟲都中招 正在家旁邊 報導說她入職幾年 半年前升職 成為女王的近身侍蟲 幾乎每天都與女王接觸 為她處理日常事務 包括送餐、放狗 也會接待賓客同處理來訊 據知皇室幾十個員工已經接受檢測 全部沒有中招 但部分要在家旁邊 女王早前因應疫情 已經轉到溫沙堡避疫 減少近身人員人數 皇室強調她目前健康良好 至於同樣中招的首相約翰遜 也正隔離 但照常處理公務 她繼早前宣布 不允許二人以上聚會 和關閉非必要商店之後 再向全國3,000萬個家庭發信 說現在是國家危急之際 預計疫情會惡化 有需要的話 會再擴大防疫措施 同時會確保民眾維持生活所需 英國目前超過1萬7,000人確診 過千人死亡 但上星期六一日之內 就新增260人死亡 官員呼籲全國盡力遵守隔離措施 才可以減低死亡人數 東網記者隨便揮報道 在目前為止 我們會消防疫情 我們會有消防疫情 ,所以要不要去做 … … …